不仁峰 江湖梦 江湖奇案单元剧《莲花楼》在爱奇艺播出以来 引起广泛热议 该剧由郭虎 任海涛指导 程毅 曾顺兮 肖顺瑶 陈都灵 王贺润 陈亦涵 吴诗乐 刘孟锐 徐百惠领衔主演 改编自腾平的小说《吉祥文莲花楼》讲述了文明武林的四顾门门主李相宜在一次大战后身受重伤 从此退隐江湖成为淡泊明媚的游依李莲花 在遇到新朋友方多病与旧迪迪飞生后重新卷入江湖的故事 也《江湖家悬疑》的单元剧破题 莲花楼讲述了李莲花 方多病 迪飞生三人游历世间巧逢种种江湖奇闻案件 不知不觉间深陷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江湖恩怨情仇的故事 剧中不仅有性格各异的江湖人士 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还有惊心动魄的奇特案件 古色古香的置景器物 其建构出令人神往的江湖全景 在一桩桩江湖奇案的推动下 淡莫名利的江湖大侠里莲花 正义凛然的小白形探方多病 面冷心热的武池盟主迪飞生组团探案 揭示真相为观众带来欢笑与震撼同在的沉浸式体验 以及一心寻人的乔婉勉 为爱痴狂的角力乔等角色也同样有血有肉 他们的存在也充分展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在《爱恨纠葛》 《斗志斗勇》中为观众展示出百态恒生的江湖众声像 聚集以礼相仪与嫡妃生的《害上之战》 为开端一场长达六分钟的打细丝滑无比 酣畅黎米 剧中李相仪身着一袭白衣 玉片舟逼近金冤盟的楼船 一人一见大战船上所有金冤盟高手 对手竟无一人可敬其身 敌飞生从船舱中劈刀横空而出 与李相仪缠斗不休 二人于刀光剑影中大战几个回合都难分胜负 两人的剑气和刀气将锁到之处的桌椅 围栏披的粉碎 百招之后 箭落刀云 楼船散架 二人与船一同销声匿迹于茫茫大海之中 莲花楼将这一场打戏设置在夜晚的海上孤船之上 幽暗的环境肃杀感 紧张感尽险 而李相仪与嫡妃生之间的恩怨谜团也扑面而来 勾得人心仰难耐 也对后续剧情愈发之期待 以江湖其案为内核 保留了传统的门派 武学 招式 江湖纷争等元素 带领观众重温正统的江湖世界 回归了辖室的初心和本源 同时巧妙地选择了创新切入口 设置高密度 勤揽 通过江湖加悬疑的单元剧创作模式 以探案的方式一环扣一环地解开谜题 揭露人物背后的阴谋和真相 让整部剧的故事更加生动 具有可看性 浮化到与角色 贴脸式 大葬 在角色人设上也有着颇为新颖的尝试 不局限于完美的大侠形象 该剧对人物的塑造更为接地气 从里相宜到李莲花 主角不再局限于从平凡到荣耀的加深 反而是走向质朴与平凡 去光环化的角色设定 不仅没有削弱李莲花的侠客观感 反而让这一角变得更加立体 更加豁达 也更具智者风范 而出入江湖的方多病 对江湖中的一些阴谋诡计不了解 即使武力超群也经常被坑 通过由下向上的视角对人物进行刻画 使得角色更加具有真实感 让观众带入到现实生活中真正存在的人 该剧导演由郭虎 任海涛强强联手 为了更好地营造武侠悬疑氛围 该剧在镜头色彩的运用上 采用了低明度的滤镜 同时通过昏暗的灯光 陈旧的房间等渲染了聚集的整体悬疑感 在道具方面 李莲花的莲花楼 以古色古香的木调质感为主 但可移动的特点又极具现代房车的吸引力 被网友调侃为莲花楼房车 不仅如此 剧中方多病的百川原令牌 众人手中的宝剑等都极具古朴江湖质感 都能快速助理观众带入剧集 带来身临其境的观剧体验 跳出用黑白色系区分正反派的固定思维 李湘怡红黑造型的意气风发 与李莲花素袍的淡然处世 不同阶段的造型与心境相统一 公子哥出身的方多病显得低调奢华 身穿黑袍的嫡妃声也不完全是反派形象 一袭红翼的角力桥明艳又阴狠 这种对孵化道与角色的贴脸式打造 朱莉剧情有更好的表达 该剧从筹备到开拍耗费了整整四年的时间 只为呈现出优质的作品 悬案丛生 机智破解 带有独属国风惊悚氛围的莲花楼 是整个暑期档唯一的纳良佳作 把推理与恐惧结合到一起 三位神探携手破局很是精彩 成一版李莲花是倩倩的影视大侠 曾顺西版方多病是勇闯江湖的活泼公子哥 小顺瑶版狄飞声师霸气内敛的心狠高手 男角色人物设定出色 编剧对于一众女角色的刻画同样出彩 但因为成都灵权是正派第一美人乔婉勉已经够美的了 不料女三号登场 即使是女扮男装 这灵气劲也是一出屏幕的 一人分饰多角成功走红 乔婉勉情深难动 成都迎枯戏宛若断线珍珠 作为大男主剧中的女主角 乔婉勉的人物设计并不是依附着男主的 在李湘宜武功盖世时 他有勇气与他相恋 在爱恋中渐渐找寻不到方向 开始内耗自己后 他同样有胆色离开 只不过他心中道德感高 即使在写下分手信时 他已把李湘宜当成是前任了 可在得知他东海一战咬无音讯后 他还是坚持为他祈福 等待他失眠 他不想辜负了谁的真心 当年他与相仪的故事 就没有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病痛折磨下 他将李莲花当成了相仪 四梦四幻之际 才敢袒露他在清冷外表下 藏匿着的深情苦楚 柳叶眉轻皱 表情悲弃 轻泪滑落 在李莲花说自己并非绝世高手 彻底断掉他的念想后 乔婉勉在落泪 悲伤中带着一丝解脱 哭着笑 向来是最出动人心的 从哭不出来到能够累如断线珠子 从长月静明的爆火可知 陈兜灵在演技方面的确是大进步的 他是忠于物的演艺精髓 陈一涵则是新人入局 运气超棒 心悍灿烂 是负一战成名 陈一涵以目形象多变 曾是选秀公认美貌 陈一涵是从青春时期开始 就想着进入演艺圈发展的 17岁时他却美人鱼海选 18岁时参演了两部作品 20岁加盟了综艺 21岁赶上一百零一选秀火热 他参加了创造一百零一 虽然没能成团 但节目在当时属于是国民追的程度 所以取得第14名的他也算是小伙了一把 为之后拿到资源做下铺垫 更何况 在当年美女如云的情况下 他与杨超约一起被评选为门面担当 这美貌得到印证 难怪星汉灿烂选绝时 他能够得到费震响的青睐 出演何昭君一角 何昭君 一个戏份不多的女七号 靠着销手就新婚丈夫引起话题大爆 陈怡涵眼神里的很绝 成就了这个角色 也助力了她的表演之路 此番到莲花楼《非生成女》三号 化名为观合梦的苏小雍身穿淡色长衫 言行举止甚是活泼 与何昭君的蛮横形成鲜明的对比 明明不会一数却能骗得过江湖众人 依仗着异父的名号 进入元宝山庄看新奇 能追能跑会看眼色 在李莲花揭穿她是女儿身后丝毫不慌张 反倒爽快地承认了 并且明着告诉李莲花 自己就是喜欢上她了 这把李莲花与方多并惊讶的 水和饭都喷出来了 眼见自己说的消息这等劲爆 苏小雍倒是不害羞的 接着说 说了我的东西 便是我的人了 那种洒脱的得意见儿 饶是李莲花行走江湖多年 也没有见过这么潇洒的姑娘 作为李莲花之后的小迷妹 苏小雍爽朗性格 能与方多并打打闹闹的 也能在他岸上帮上不少忙 陈毅涵本就年轻 言起这个无邪少女来 可以说是本色出演的程度 那么 就期待这位武林小机灵的悬疑之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